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振得的二孔真辱之力 就在这些四四五五当中 形式无疑 所谓李即是四 四即是李 性即是像 像即是性 离四不二 性相一如 离根性空即 实在讲 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 四根像是很明显的 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到的 接触到像 理在其中 性在其中 见相就是见性 见四就是明理 入这个境界 就是正得二孔之力 通大 一切四相 自信本具的智慧 我们讲的严重智慧 根本之后的智慧 都现情 智慧现情 就是成佛 本经后面讲佛 十种身 第一种叫 菩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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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然 大觉 你对于四里 性相 都通达 都明白了 你觉悟了 觉 就是佛菩萨 不再教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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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明白人 见相就是见性 吉思就明理 这是这一句里面 所含的意思 梦后这一句 宝树之谷 周回见利 那么这些宝树 不是外面的 外面那个宝树 前面第二段讲过 这个地方的宝树 是四字座上的 那个雕的这些宝树 雕刻的这些宝树 周回见利 或者我们可以说 这个四字座周边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台 我们这个 讲座后面 不知这些树木花枯树 这个也行 这个不是我们讲堂外面 种的这些树 也是属于 这两句经文 所包括的 现在人能够想到 古时候人也有过 这个盆栽的历史 很久了 过去人讲经 可能讲台旁边也有很多盆栽 那么还有没有盆栽的呢 用屏风 屏风里面画的 这画的也非常讲究 我们底下这个楼里面 五倍罗汉这个大屏风 你们注意看到 这个里面呢 宝树 知古周回见利 在屏风里可以看到 这个是讲座位周围的 拜师 装饮 宝座 那么这个里面 所刻画的 由佛菩萨讲经说法 由佛菩萨 在作产经行 许许多多 都是经典上所讲的故事 我们现在讲故事 佛法里的社语 叫公安音乐 用这些艺术造型 把它表达出来 让大家 接触之后 你看到之后 你听到之后 自然就能感动 就能够知悟 华严经里面的说法 跟其他经 确实不一样 这个学了之后 我们六根 在楞严经上讲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那不假了 为什么呢 六根都聪明了 以前看东西 呆呆板板地看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一看 好有里头 无量意 你看花 花有无量意 看水 水有无量意 看树 树有无量意 那只要看一块石头 看一块微尘 里面都是圆满的无量意 你岂不是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所以用宝树之果 树表什么意思 知表什么意思 古表什么意思 前面都说过 树的身智慧 树的枝干 五度 代表五度 业代表定 花表菩萨 阴性 古表菩提 涅槃 都是枕枕齐齐 排列在树间 这就是行师 印中有古 古中有印 比较这个意思 菩萨妙法术 随应干苦 这才能够 普度众生 菩萨大慈大悲 众生有感 他就有印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信什么身 印设什么法 他就设什么法 凡身同居 都会以简历的意思 都会以简历的意思 为什么呢 世间人常讲 教学相障 私自道成 老师 老师教学生 学生也帮助老师 学生在资助老师 如果没有这些学生问问题 老师 老师有的时候 智慧也突不出来 有人这一问 这下突然明白了 没有人问 他还在无明里头 一问 把无明问掉了 他才会突然想到这些问题 突然觉悟了这些问题 所以菩萨要不教化众生 怎么能称佛呢 你说为什么不能称佛 他的后德志不能圆满 后德志是无俗不知 他根本只得到了 后德志没有 后德志一定要教化众生 一定要与一切众生 活光通臣 那么由此可止 说法度众生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出家人做 在家人也要做 问你 你要不要称佛 你要不要成就圆满的智慧 不能成就圆满智慧 就不叫做成佛 成佛就是成就 究竟圆满的智慧 要想成就圆满的智慧 没有别的法子 花音进到末后 这不是佛教你了 佛没法子教你了 最后是什么样子呢 参学 参学就是借助广大的群众 向群众学习 这是参学真正的意思 无论什么样的人物 你都要接触 你不接触 你的智慧 从哪里 不但一切人物要接触 一切人要接触 一切动物也要接触 你不接触这些动物 你就不了解这些动物的习性了 那你智慧就不圆满了 不但动物要接触 植物要接触 你不接触这些植物 你对它不了解 换句话说 你就没有办法培养它 没有办法照顾它 不仅是植物 你旷物都要接触 你都要去了解它 明白它 然后才真的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才能成佛 所以 像群众学习 群是一群一群的 众是众生 动物知物矿物 都是众远合合而生的 你想想 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处 哪一个时候不是菩萨学处 菩萨真的是万得万能 真是四红诗院里面所说的 画门无量诗院学 真的是无量 那个无量不是新荣词 确确实实是无量 可是我们现在特别强调 老师念佛 一门深入 不劝大家 广学处文 是什么原因 我们广学处文的条件不具足 你要问什么条件不具足 第一个 寿命太短了 坏一句话 时间不够用啊 不要说其他的条件 单单就是这一条 你想想看 我们要向群众 展开向群众学习 你能办得到吗 大概学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啊 寿命已经到了了 岂不是真的叫挂一落万了 因此这些祖师大德们才劝导我们啊 我们把这些四里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然后再想想自己的能力 实实在在办不到啊 那就选择一门深入 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得五两手 那我们的条件够了 有的是时间 发门无量 我们寿命更是无量 这才能成功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不是去享福啊 如果是去享福 那你错了 往生到那个地方 就是要得无量 无量的这个时间 时光啊 让我们修学 无量的发门 我们求生进出 真正的目的 在此地 下面 第三小段 摩尼光源 互相照耀 摄放祝福 摄放祝福 化心诸王 一切菩萨集中妙宝 西方光明 而来淫重 这两句 这两句 说的是作用 作用 作用 广大 前面一句 是说的 敬宝 敬宝 出光 这个出光 在佛法里 确确实实 本身放光 西方极乐世界 六尘都放光 年地都放光 光明世界 佛经里头 也称作为 大光明藏 没有一样 不放光 为什么呢 现德 变现 现德 本身 就是个发光体 也有不放光的道理 那么我们要问 华藏世界 极乐世界 诸佛经徒 发信神 发信徒 我们今天居住这个世界 六道轮回 甚至于比我们这里 更差的环境 恶鬼地狱出身 他们环境比我们 差的太多太多了 生活 苦极了 我们要问 这些一阵耳朵 是不是信德的流露 给我们识点 没错 为什么我们这六尘 不放光 佛在经上 讲得好啊 一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珠宝 金刚 自己都不能发光 原因在那里 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没有放光 你看经上所说的 福有长光 长光不是放光 长光 我们画佛像 把佛的这个圆 头顶上画一个圆圈 圆光 佛的身体 也有光 这光多大呢 经上通常告诉我们 霸雪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 大概 他这个光 拔持到一丈 这样的光 这个不是放光 自自然然就有啊 我们现在的光 泡烂的去了 佛有 我们也有 佛能 我们也能 现在我们看在镜上 佛能 我们不能 佛有 我们没有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心 心性 被污染了 虽然被污染 我们信的光明 还在 不是那个光 不是那个光没有了 光被障碍住了 所以 透不出来 我们身光被障碍出来 我们 衣报环境 光也没有了 所以 所以 哪一天 我们自己这个障碍去掉 身体放光 然后看到六成境界 统统都放光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四时真相 发光体 我们称之为宝 你看 静宝 所以 所以最重要 心 心要清净 心就是 清净 心就是真心 不清净 是忘心 忘心 光就没有了 光就被障碍了 心地清净 这光就又透出来了 我们今天用的是忘心 不是真心 其心动力 由是非人物 由贪嗔痴慢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这是污染 真心 本性里面 原来没有这些东西 你看 禅宗六祖会能 说得好啊 本来无忧 真心 本性里面 本来无忧 由业无就错了 就是污染 由业无就是障碍 将我们自性里面 智慧得能 乃至于 一阵庄严的向好 统统被障碍住 这个损失多大 虽然在六道 虽然在三途 信得没丧失 这些严重的障碍 把他的智慧的能向好 都障碍住 不能让他泄击 这是四十 这是四十 经文里面讲 摩尼光 云 云这个意思 前面说过 净宝出光 就像云彩 摄如山峰一样 我们在高山上 看到云海 云海也很壮观 也很好看 向有提空 它是一个不真实的境界 所以佛在此地 用这个字来形容四十的真相 让我们从这个字里面误入 画空就像云海一样 山峰就像摄法界 一阵庄严一样 云海在山峰之间 自在地飘来飘去 这个景观 现在的人很喜欢欣赏 你看到外面观光旅游 中国这些四大名山 都能看到这种景观 不知道表发的意思 如果你要懂得表发的意思 你就不是单单在欣赏风景了 你是在那里修道了 真正在那里修菩萨行 修无上道 二空真如 就像这个现象 一夜之中 知一切法 一切法是四相 二空真如 是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在那里 没离开四相 跟这些四相交融 现在我们佛教里面 这个世界通用的教旗 就用这个来表发 你看教旗 你看教旗 一共是六条 一共是六条 从上到下的一共是六条 六条里面呢 有五条是单色的 代表五度 代表五度 前面五度 不识持戒 忍辱金金禅定 代表这个 后面有一条是杂色的 这五种颜色 统统都有 代表是般若 般若在五度里头 也就是四相里面 如果没有智慧 那就是没有理 四里头没有理 相里头没有心 那怎么能成立 所以教旗 是从这个表发的意思 来设计的 我们做佛弟子 这是我们一个标志 它的表意 我们要懂的 有人问 我们要能够说得出来 标菩萨六波罗密 这个六条 宽子要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 有些做得不如法 这个杂色的地方 做得特别宽 这个没有道理 那这就不平等了 这个六度是一定是 这个宽度完全相待 如果做得太长了 那个意思就不对了 有痕有数了 那就不对了 可是有痕有数 也能讲得通 看你怎么讲法就是了 那就不能代表 这个前五度跟薄弱度 薄弱度不能弄个那么特殊法 我们另外想一个法子来讲 这个佛法 我们常讲五成佛法 或者呢 华言宗里面讲五教 那个五种颜色五条 可以表五教 它有痕有数 这五教横遍射方 数穷三纪 行 你还能讲得通 可见这个表法 人这见人 智这见智 都能说得出道理出来 行 就好 显示出法没有定法了 你只要能误读出一个道理出来 就行 这个礼仪有前身 有广辖 看个人这个误入的程度 这个夜夜发体夜里面 显示出二空真正 任何夜发里面 佛菩萨都能见到 人我空 法我空 空有不二 空有是一不二 罪心经上说得好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那个妙用才完全显示出来了 就是我们现前六根 接触六尘境界的真相 了解真相之后了 那你就跟诸佛菩萨一样 游戏神通 你的日子怎么不自在 怎么不美满 有享受 没有得失 有受用 没有得失 世间人呢 佛常讲啊 颠倒 可怜明者 他颠倒在哪里呢 他有执着 没有受用 你们这不颠倒了吗 他真的能不能执着到呢 执着不到 能执着的 空的 所执着的 也是空的 这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佛将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执着的是心啊 能执着的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 这一切万事万法 应云所生 凡是与云生之法 没有自体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 也不可得 能执着 所执着 都不可得 都不可得了 就显示出 二空 真如了 人无空 这是对能执着上说的 放过空 是对你所执着上说的 这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语道破 这就是所讲的 看破了 看破之后 再不执着了 那就是放下了 不分别 不执着了 放下了 放下之后 你的生活 就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了 诸佛如来得大自在 你也得大自在 无论现情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不自在 你如果是富贵 你在富贵里头 得自在 你是贫贱 贫贱里面 得自在 富贵跟贫贱 没有关系 自在是一样 没有差别 自在是平等的 富贵贫贱是差别的 在华严经里头 差别里头有平等 平等里面有差别 所以叫 无洲因果上跟你讲 差别因果 平等因果 所以向上是有差别 受上是平等的 受是受用 受用是平等的 这叫真平等 如果说是在 四项上平等 受用不平等 那个平等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说 一夜四发 一夜四项 都行二空正乎 于是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 才能够真正相信 如来的智慧 是真的究竟圆满 万德万能 究竟圆满 不是赞叹的话 是真的 确确实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们要想 恢复自信 圆满的智慧德能 学佛就是干这种事情 这个智慧德能 不是学来的 不是从外头的 是自己自信里面 本来去做的 把那些障碍 去掉而已 修行就是 去障碍 换一句话说 去妄想 分别 执着 你要真干 执着 执着 死掉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六道轮回 就是 虚妄的执着 变现出 这个幻想 再能把一切分别 写掉了 那摄法界就突破 摄法界是从分别里头 变现出来的呀 所以 分别妄想 这个执着 断掉了 你就正得一阵法界了 一阵法界在哪里 一阵法界就在先前了 你一得一阵法界的受用了 你的受用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 那么也许诸佛要问了 那你这个讲的还是个理啊 是还是不行啊 再告诉诸佛 这个理 误了之后 诗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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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变了怎么变呢 我们世纪人常讲 相随意心转了 体质也随意心转了 这个地方起变化了 你的相貌改变了 你的体质改变了 你的体质改变了 这个变化就太大太大了 你现在是凡夫 你要养这个色变化了 你要养这个色变了 天天用尽了心思啊 到处去请教啊 要吃什么补的东西啊 什么营养的东西啊 身体才能健康啊 如果你要是见到性了 明白理了 给诸位说 你一天喝一杯水啊 营养都足了 哪有那么麻烦啊 那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一些学生们 日中一世 讲求什么营养啊 到外面去脱锅 给什么吃什么啊 一个个都健康长寿啊 为什么呢 体质变化了 心地亲近了 亲近心 身体就放光了 真的放光 那放光没看见呢 没看见说 不让你看见 为什么不让你看见 让你看见你害怕了 哎呀 这个大概是妖魔鬼怪来了 啊 赶紧远着线 凡复复伏 佛虽有生光 他要把他收敛起来 啊 所以佛法始终以教训 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 不以神通感应 啊 为什么呢 因为神通感应 妖魔鬼怪也有 啊 魔也会放光啊 啊 他会变细法了 啊 如果佛用像放光线锐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 磨变这个境界 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 邪阵难分啊 混淆视听 这个对于佛法的红传啊 啊 佛的教化众生 有很大的障碍 所以佛自己做一个榜样 佛确实有生光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一般人看不到他放光 收敛起来 啊 那偶尔放光 那有特别因缘 啊 借淫一类的众生 啊 由此必要 啊 佛才展现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的修行 重点 观景 还是个清静性 啊 正是自己讲的 敬宝出光 这个宝就是心啊 心地啊 敬宝就是清静心 清静心 十八华 啊 清静心出光啊 啊 清静心其作用啊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啊 啊 佛法里面常讲啊 十至全至中道至 华言经上 都用识来表发 讲智也说是这么啊 其实 要细说 无量无边的智慧法门 这是经文里面 模拟光云呢 互相照耀 希望我们要细细地去体会 看 后面这一句 射方祝福 化现诸王 一切菩萨 一切菩萨 集中妙宝 佛是古地上 是老师 是教主啊 菩萨是学生 是佛的法律 法眷属 那 华言 会上称为主伴 佛是主 菩萨是伴 这也是 互相地发挥 佛 化摩尼 教化众生 所以佛宝 在射方 能做佛寺 佛宝是什么 宝珠是表发的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绝正进三宝 摩尼宝珠啊 能做一切破灭开悟的佛寺 佛寺就是教学 教化众生啊 佛寺经上告诉我们 菩萨促成佛的时候 自自然而敢得一切祝福 信心呢 来给他观点 一切菩萨 来清受敬仰 啊 这个世信促成佛的时候啊 诸佛如来 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诸佛如来 对你的嘉奖啊 诸佛如来的本运 满足啊 一切祝福都是希望众生的 快快成佛 你今天果然成佛了 他怎么不欢喜 这个成佛好像这个 我们世间读书啊 毕业典礼啊 授予学位啊 他一定要来参加 要来到后嘛 诸佛如来来到后啊 恭喜你啊 你今天成佛了 你今天入佛位了 所以信心灌顶 灌顶就是到祸的意思 菩萨来清净你啊 那个菩萨他还没成佛啊 他要求佛教导啊 所以菩萨来清净 啊 菩萨来供养 清净老师 总要带一点礼物嘛 礼物是表自己一点恭敬心的 不在礼物的后拨 是表他的恭敬心啊 所以这份礼物 不过 随着过人自己的力量 有财富的人 这礼物可以送好一点 没有财富的礼物可以送差一点 所以这一朵鲜花也都是供养嘛 这个是贫穷之人啊 我们献一点花 献一朵花呢 不要敬意 富贵的人呢 那献珍宝啊 宝花了 就是金银珠宝之花 这很名贵 但是那个敬心呢 没有两样 恭敬心是相当的 所以供养无是表发的 这个老师绝不计较 老师要计较 这个老师就没有道德了 没有道德哪里有真学问 这有道德有真学问 绝不在这计较 完全看学生的真诚 真诚是宝啊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句里面给我们显示的 佛 宝 加持 菩萨这个宝 佛宝入菩萨宝中 菩萨宝入佛的宝中 这个很有味道啊 你看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摄方祝福 画心诸啊 这是佛画宝啊 一切菩萨集中妙宝 这是菩萨之宝 西方光明 二来银竹 这个光明里面就交融了 这个光明里面就交融了 菩萨 即是帽子 这个是 头发里头戴这个帽子里面的宝珠啊 光中啊 光中啊 有佛的宝珠之光 佛宝珠光中啊 有菩萨这个 妙集 宝珠里面的光明 光光护照啊 那么这个意思 形式出 如来圆满的智慧 菩萨无量差别的智慧 菩萨差别智慧 跟佛圆满智慧的交融 佛智慧当中有菩萨智慧 菩萨智慧当中有佛的智慧 表这个意思啊 如来从果上启用啊 所以叫化现 究竟圆满的智慧 说它做诸王 模拟宝珠之诸王 取这个意思 菩萨 心顶里面智光圆照啊 所以叫它做集中妙宝 取这个意思 这个义须很深 今天时间到了 对我们就唱到实际